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很多道场建得很大 财力雄厚 出家人的心变了 把道业忘得干净 心中只有争取名利 不但没有离开 贪欲还天天增长 果报是在恶鬼道 贪 生 吃 三种恶业 感应的就是恶鬼 地狱 出生 这三种罪业都造 我们现前就不能自在 我们的冤亲债主跟盗贼都把我们当成目标 出门在外都要请保镖保护 如果冤亲债主投身到我们的家里来 做我们的儿女 孙子 这就是佛门讲的败家子 我们现在具足的财富还没有善坏 是我们还有福德 世间能讲 我们现在走好运 这些冤亲债主在旁边不敢动我们 可是运气摔了之后 不可能永远兴旺 到衰败的时候怎么办呢 释迦摩尼佛也有冤亲债主 魔王波寻就告诉世尊 他总想办法要破坏佛法 把佛法灭掉 佛陀告诉他 佛所说的一切正法都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任何的力量都不能够破坏佛法 波寻说 在正法 相法 它不能破坏 到末法时期 我让我的魔子魔孙全部出家 披上袈裟 献比丘相来破坏佛法 佛陀听到之后 一句话也没有说 流下眼泪 这就是经典记载的 譬如狮子身上虫 环视狮子肉 佛法如此 世法怎么能够保全呢 世世代代 积功累得 才能够保全 佛法没有争执 离开贪欲 拿来的争执 如果名利全部都舍掉 与人无争 与事无求 才能够保全 世尊在世间所有的弟子 到佛陀远己之后 都没有人相争 为什么 世尊没有财产 接受居士们的供养 都只是暂时的 佛陀全心全力 尽义物教学 帮助人们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赢得世间人的尊敬 这是佛陀的成就 这是他无比殊胜的果报 我们看到魔王波寻 迪伯达多 还有六群比丘 是在表演给我们看 告诉我们凡夫 业障还没有消完之前 逆缘一定是有的 佛陀释现这个逆缘 教导我们如何在逆缘 二缘的环境当中 去成就我们自己的道业 今天遇到冤情在主 毁谤我们 侮辱我们 陷害我们 想一想 他是佛菩萨再来的 看看我有没有智慧 能不能够接受 这个念头一转 我们对冤精在主 就起了恭敬心 不会有恶的念头 一个恶念起来 再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个事情是很麻烦的 我们恭敬心生起来 感恩心生起来 即便是真的冤亲在主 到我们这边来 这笔账就消掉了 再见面的时候 就是善知识善有 愿贼也是众生 我们要度他 他迷得比我们深 所以造作种种的恶业 他造作恶业 我们看到了 要回光返照 想想自己 有没有恶的念头跟行为 如果有 要赶尽 改过自新 他是我们的老师 他不做这样的视线 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过失 他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他的善行 我们要学习赞叹 他的恶行 我们要反省 自己有没有 我们来听经文 三福德自在 随心所欲 勿皆被固 离开贪欲 第三种的好处 自在 中国人讲福德 福是果报 德是福报的原因 如果不积德 哪来的福报呢 有福报的人 他造作罪业很容易 他要为大众造福 也很容易 了凡视讯里面 了凡先生做了县长 他看到政府 收农民的税收 重了一点 他就对农民的税收减轻 这是为人民造福 全县的农民都受到好处 那时候 他发心要做一万件好事 到哪里去做呢 他有一天 梦到一位天神 告诉他 就你这件事 为农民捡税的事情 你发心做这件好事 万善就圆满了 他醒来之后 对这些事情 有怀疑 后来就遇到一位法师 把这件事情 跟法师说明 法师就点点头 肯定说 确实你做的这件好事 受惠的人 不只是一万人 所以你的万善 一次就圆满了 这是讲修福 感应篇是古人汇集的 因果报应的故事 众善因一定得善果 修善这是德行 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 现在世间人 只求福报 舍弃道德伦理因果 他的福报也现前 不求仁义道德 他得到的大福报 好像因果报应的 这件事情不灵了 佛陀跟我们说 因果通三世 这一生 得的大福报 是前世所修的善因 这一生 还修仁义道德 他的福报 会不可思议 这一生 福报现前 可是不知道 修道德仁义 造作一切罪业 他的福报 已经打折扣 福报 福报 响尽的时候 他过去所造的恶业 就会现前 我们对于圣贤教诲 一定要有信心 不能怀疑 大成经论说 怀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 我们对人 事物 只要一起疑心 所有一切的善缘 就会破坏掉了 我们学佛 头一个就是信心 尽忠三个条件 就是信 愿 行 三支良 我们想要成就道业 首先要建立信心 第一个 对于佛菩萨 圣人的教诲 要建立信心 不能怀疑 如果看到社会的现象 跟圣人所讲的是相反的 违背的 我们要好好的去想看看 观察看看 看出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动摇 安氏全书里面 周安氏先生 积功累得 他求贤子贤孙 不孝顺 造作恶业的人 不要来投胎到他家里 他所发的愿都成就了 随心所欲 勿皆被固 这个意思就是今天讲的 物质上的享用 我们不会缺乏 凡是这样的人 他不会厚积 物资跟财产 他有物资跟财富 决定布施给大众 让一切贫苦的众生 共同享受 这叫做积德 他的福报是无有穷尽的 如果物质跟财物 只顾自己享受 家人享用 他的财富 享受不会很久 身体死了之后 家就败亡了 世出世间 第一大福德是什么呢 弘法立身 这是第一大福德 李秉兰老师对年轻的人 劝导他们要发心奖金教学 李老师知道老和尚是短命 没有福报的人 老法师学佛的第一本书 是读了凡视讯 老法师看了之后 感触很深 了凡先生的毛病 他都有 伯福之相 短命之相 幸好遇到佛法 在佛法里面 建立了信心 遇到的都是善知识 得到善知识的教导 才有现在的成就 黄念祖老居士 他常常 嘱咐老法师说 法师 您讲经这么多年了 不用再讲了 不要到处跑 要培养人才 最重要 要写书 传法 最重要 这是说 传法的工作 比弘法的工作 更为重要 弘法 要不传法 老和尚往生之后 佛法就会灭了 后继有人 这个福报很大 有一个传人 我们就对得起 佛菩萨 对得起 祖师大德 代代相传 到老和尚这里 他还是要 再继续传下去 如果有机缘 能够传更多人 佛法可以全面复兴 这个福报更大 我们再来听经文 富士龙王 若离贪欲 即得成就 五种自在 何等为伍 一 三叶自在 诸根 具足固 二 财物自在 理切冤贼 不能夺固 三 福德自在 随心所欲 勿皆被固 四 王位自在 争其妙物 皆奉献固 王位自在 就是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 在大众中 领导人的地位 我们永远会被大众拥护 这叫做自在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贪欲 我们没有贪欲 我们的福德 一定是普遍的利益切大众 众生一定拥护我们 无论我们在社会上 是什么身份或地位 一定要断掉贪 撑 吃 我们就能够得到大自在 真奇妙物皆奉献固 这是说 因为得到大众的爱戴 大众有真奇的东西 都会供养我们 供养我们 我们会不会去享受呢 我们不会去享受 因为我们没有贪欲 大众的供养 我们一定同样 不失供养一切大众 因果是循环的 我们能够供养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一定也供养我们 这个果报是无比的殊胜 弘法人才 我们要重视 尽量让它去发挥 一定不能障碍 障碍在佛法讲 会得愚痴的果报 我们自己有能力 有智慧 不愿意教化别人 这叫做令法 看到别人有才华 智慧 去障碍它 这比令法的罪过 还要严重 因果定律是真的 是事实真相 佛家讲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诸佛菩萨的境界 只有众生 没有自己 我们来听经文 五 所获之物过本所求 百倍殊胜 这是离开贪欲 第五种的功德利益 我们所获得的福报 跟我们所修学的功德 一定相应 由于习时不迁及故 这是讲 对别人决定没有嫉妒 和障碍 菩萨念念 成人之美 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今天世界上 社会 人心 大多数 都是坚固 执着贪欲 可是我们有看到 还有大富大贵的人 那是什么原因呢 过去生中 修基的福报很厚 他如果能够舍弃贪欲 签令 季度 他至少可以传个十代 二十代 没问题 大家都知道 范仲淹 他知道离开 三独烦恼 知道离开签令 季度 在他一生当中 为国家 人民服务 传给他的子孙 他们家一直到今天 都没有衰败 代代都有闲人出来 印光大师对范家 是非常的赞叹 我们看到工商业 属于老字号 他能传个几百年 他的生意兴隆 原因在哪里呢 没有三独烦恼 为众生服务 不是为贪力贪财 自己生活过得去 他就很满意 很知足 多余的他都回馈 供养社会 他的生意 可以绵延很多代 凡事违背圣人的教诲 造恶 不知道修缮 前世福报再大 一生就用完了 甚至这一生都保不住 晚年的时候 就败光了 我们来听经文 若能回向阿尿多罗 三秒三不敌者 后成佛时 三界特尊 皆共尽养 不学佛的人 祈求他的福报 子孙 能够延续保持 这是世间人的观念 学佛人的观念 心胸广大 他是回向法界 这种善行 能变成信德 信德是没有边际 没有穷尽的 到自己成佛的时候 就跟诸佛如来一样 一切众生尊敬我们 供养我们 这是圆满的大福报 我们来听一个佛陀的故事 这取自于 一族经卷上 题目是 一切皆会舍离 有一天 佛陀和阿难尊者 前往缩少国脱坡 看见一行人 因为车子坏了 满脸忧愁 佛陀就开示说 坐车子 像舍离平坦的正道 走在偏斜的道路 会导致车轮损坏 我们修行远离正法 也是如此 如果起恶念恶行 也会感到忧愁灾难 也要忍受 生死轮回的痛苦 佛陀在进入城中脱坡 当时 缩少国城中 有一位一百二十岁的老人 跟一名七岁的孩子往生了 两家人同时在办伤事 亲戚们悲伤地哭泣 场面非常的悲哀伤痛 佛陀回到金色之后 就借这个姻缘 为比丘们开示 人生是短暂的 活不到一百岁就要死亡了 重难受命可以超过一百岁 最后也难逃一死 因为想保有一切 他心里面就怀恐惧跟害怕 对于事物的贪爱心 是缘起于 对一切恒常不变 这个错误的想法 我们不知道无常 在我们身边等待 我们应该用智慧的心 去观察真理 不能贪爱这个虚妄不死的我 世间的快乐就像梦境一样 醒来之后我们能看见什么呢 一切皆会舍离这个世间 过去的民生会存在 若能舍离贪爱执着 就可以远离恐怖 到达到达安详自在的地方 比丘们我们不能起妄念 欲望会败坏民生 我们要常常 关照自己的身口意三叶 佛陀今天为大众开示 无助的这个道理 就像莲花清净无染 不能执着 不能吸求 不听偏邪的事情 认清无常 才能离开贪恋跟执着 所以在生死轮回当中 我们心住在正念上 断恶修缮 最后一定能成就无上菩提 圆满的佛果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感谢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大德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